嗨 大家 我是文太 台灣的超商密度非常的高 這點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 而且認同的吧 超商密度演變到現在 我覺得它或多或少都參與了我們人生的一部分 像是我記得小時候 大家很瘋狂的在收集一個極點鼓動 Hello Kitty 的詞天 有沒有 還有啊 像是我們大家也瘋狂懷孕 Voo Loving 甚至演變到現在的雙淇淋 這些商品啊 它都是在我們人生的成長階段裡面 參與了一個部分 當然還有那一句 經典到不能經典的slogan 有7-11折扣 7-11啊 常常樹立於 某條街的巷子口啊 或是路邊 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給予協助與幫助 在人生的大小階段啊 7-11對我們都有不太相同的意義啦 像是小時候啊 他可能是跟家裡鼓氣吵架 好出門 可是你卻沒有地方去的時候的避風港 那在國高中階段呢 可能是你下課放學之後 很習慣的吃飯定業 甚至呢 你還有可能在7-11讀個書 等待接著要去補習的時間 那出了社會之後呢 我覺得7-11啊 因為熟悉的感覺吧 如果你去外縣市面試的話 他可能是你在面試前 那個不安的情緒 有一個安放的地方 我覺得7-11他在人生大小階段 都給了我們一個 不同的角色定義與意義 但是都同樣給予我們一個安全感 以及熟悉感 那我這邊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很有趣的小故事 那時候好像應該是高中了吧 總之呢已經是算一個蠻大的年紀了 這個故事我已經跟我身邊的朋友說 好幾次好幾次 因為實在太好笑了 我那時候在買大恆寶的時候 店員看到我正在用大恆寶 他就非常好心的走了過來 問我說 弟弟 需要幫你用嗎 當下我就覺得 嗯 好像如果要多做什麼解釋 以及辯解的話 有夠尷尬的 於是呢 我就跟他說 好 謝謝姊姊 謝謝7-11 這麼的暖心 讓我知道我還很年輕 我只能說 有7-11正好 好啦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有勾起你們很多的共鳴以及回憶啦 那最後一次呢 讓我們一起來 有7-11正好